天球仪是天空中物体天球的模型 由以地球或太阳为中心的环的球形框架组成 其他具有天文意义的特征 例如天体的精度和纬度以及黄道 因此它不同于天球仪 天球仪是一个光滑的球体 其主要目的是绘制星座图 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成为托勒密天球 第一个天球仪分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代中国 和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发明 随后在伊斯兰世界和中世纪的欧洲使用 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称为托勒密天球 因为它以太阳为中心 天球化在葡萄牙国旗上 所以也被称为哥白尼天球 魂天仪也出现在葡萄牙国徽上 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发现有关 天球仪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发现的连接在于 天球仪是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独立发明的 后来被伊斯兰世界和中世纪的欧洲所使用 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称为托勒密天球 因为它以太阳为中心 天球化在葡萄牙国旗上 所以也被称为哥白尼天球 魂天仪也出现在葡萄牙国徽上 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发现有关 巴西帝国国旗上的天球仪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大发现的象征 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称为托勒密天球 因为它以太阳为中心 天球化在葡萄牙国旗上 所以也被称为哥白尼天球 魂天仪也出现在葡萄牙国徽上 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发现有关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萨的天球仪雕塑的意义在于 它是中国古代发明天球仪的代表 天球仪是天空中物体天球的模型 由以地球或太阳为中心的环的球形框架组成 其他具有天文意义的特征 例如天体的精度和纬度以及黄道